歡迎光臨溫家廚房 歡迎光臨溫家廚房 今天非常開心 喜歡我們的影片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然後呢在我們的抖音的話 再幫我們按小愛心 來今天呢 這個我們來做一個超厲害的 而且這個呢 一定要用到我們的溫家廚房 溫師傅手做的XO醬 這個滑蛋 那這個呢 我們所要的食材 是我們的菜名叫做 XO醬牛奶滑蛋 那首先呢要加入這個牛奶 還有我們的蛋液 全蛋四顆 然後蒜末 蔥花 調味料部分有我們的 胡椒粉 鹽 然後玉米粉水 還有酒 還有XO醬 那這邊呢我們先把這個牛奶 那依照我們的比例 我們這個裡面蛋四顆 然後牛奶是150克 150克的牛奶 那加牛奶的話呢 會讓這個蛋液超很香 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這個鹽要先下 好 因為要先讓鹽融化 鹽跟牛奶先打散 打散均勻 然後這時候這個酒也可以先加下來 酒加下來之後呢 玉米粉水要先加 好 為什麼滑蛋要加玉米粉水呢 會讓這個蛋液的這個延展性會比較好 所以呢這個延展性比較好呢 吃起來呢在口中的咀嚼感就是Q度 會淡會有一點滑蛋會有一點QQ的口感 好了 現在呢 鍋子我們該在影片剛開始的時候 就先把鍋子稍微加熱的 一定要熱到我們的物理性不沾鍋下去 就會那個起水珠的狀態 好滑蛋的話呢要嫩 好那油不能省 好油不能省 好油不能省 所以呢你的油 好油的話呢要熱一下鍋 熱一下鍋之後呢 我們現在把這個蛋加下來 好先先爆香一下我們的這個蒜頭 好那蒜末的話呢 爆的時候不要爆太焦 因為這個油溫比較熱 好來這樣子就可以了 變色之後呢 好來我們的蛋液 這樣會增加層次感 好來蛋液加下來 來你要這樣子轉圈圈 沿著我們的這個鍋圓比較熱的地方 轉圈圈 你要把熟蛋 把熟蛋拌進來 把熟蛋拌進來 好把熟蛋拌進來 好 好來 那這個裡面呢 滑蛋呢 之所以稱為滑蛋 就是我們現在在這個鍋子裡面的這個蛋 它是呈現這個 呃我們拌了牛奶之後 它的狀態是 呃 它的這個 呃 是呈現比較偏液體狀的 好來 我們的胡椒粉 這時候再輕輕的灑上來 好來 現在重點要來囉 來 我們的蛋好呈現 軟化之後呢 它會變成這樣子 好 這樣子 好了之後呢 好 讓它拌熟成的時候呢 我們的XO醬 這時候就要趕快下來 好 兩大匙XO醬 好 然後我們蔥花 好 我們的醬就可以了喔 好 當要滑 然後呢 這個 不能炒太熟 好 最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 蔥花灑在最上面 好 我們的XO醬呢 好 這整顆的 有干貝的XO醬 再把它擺下來 好 好 XO醬牛奶滑蛋 你學會了嗎 好 來 我們幫大家來試吃一下 好 這個 XO醬牛奶滑蛋 試一下這個 好 非常 拐拐拐拐拐的 哇 你看這顆干貝 這個蛋裡面 超嫩的 而且它 你加水跟加牛奶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加牛奶的層次感更濃郁 然後蛋裡面會有滿滿的 XO醬的海味 哇 這道菜 非常簡單 而且呢 在家中直接上菜 直接是五星級的菜色喔 XO醬牛奶滑蛋 上菜了 XO醬牛奶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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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醬牛奶滑蛋